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学习结合技术 欢迎收看 下面请看 反手搓 正手拉的示范 横板反手搓结合正手拉 是进台下旋搓球和中进台上旋拉球的反手正手结合技术 也是最常用的技术之一 同学们练习一下 技术结合的好坏主要在步伐上 一是中台进台的结合 二是正手反手的结合 也就是说只有步伐到位才能保证合适的击球点 正确了击球姿势和手法 在这个基础上 再追求搓球的质量和拉球的质量 搓球要又低又转又短 拉球要弧线低 落点长 旋转强 好坏 谢谢同学 同学们 下面我们再练习一下 反手搓 侧身拉 先看我做示范 纸板反手搓结合侧身拉 是纸板常用的反手正手结合技术 在反手搓结合侧身拉时 步伐主要用滑布或者并布 在搓后的侧身中 侧身步伐可以用滑布 如果在来得及的情况下 也可以用并布 我再看我一下脚下 好 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一下 赫飞同学 纸板反手搓结合侧身拉 常常是在不好齐板的时候 反手搓一板用来过度 用侧身拉争取主动 拉直线 侧身拉时要让够位置 同时要有准备 补正手位空当的意识 好 下一个 拖雷很久 吃柱球 打直线 好 吕套同学 鸡有点上高点 有点低了 好 合适同学 好 合适同学 把身子测开一点 很好 好 停 现在我们练习 左推右弓 先看我做示范 左推右弓是 直板快弓打法的 必备技术 左推右弓技术的 结合依靠滑步 左推右弓的步法是 常用滑步 下面先再看我一下脚底下步法 好 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一下 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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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板恒打的同学 可以练习左推右弓 也可以练习用直板反面的快拨 叫做左拨右弓 好 停 贺飞 贺飞 停 好 李涛同学 直板恒打的快拨 快于推打 是直板恒打的技术 既可以近台 也可以中台和远台 可以出现精彩组合 好 停 停 下面请看 横板反手波正手工的示范 横板反手波正手工 是横板进攻型打法最常用的技术 属于快攻型技术 站位都在近台 机球点都在上升期或者高点期 左拨右弓的质量 除了手法拍面角度 机球时机要正确办 还依赖于左右的摆速及步法的平稳 同学们练习一下 康力 好 换一个同学 当这个同学 好 换一个同学 现在我们练习推挡 侧身正手工 先看我示范 直拍反手推与侧身工的结合 是直拍打法最重要的 也是使用率最高的结合技术之一 直拍打法功夫的深浅 除了正手位的功夫之外 又主要表现在侧身位的正手上 好 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一下 和微同学 直拍横打的同学 可以练习反手推和侧身工 好 下一个 也可以练习直板反手反面快拨 与侧身工的结合 它的难度稍大 一是在侧身位两面换板的时间 比左推者长 二是侧身让位弧度稍大 好 因此更要追求技术的速度和质量 好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好 下面请看反手拨 侧身工的示范 横板反手拨与侧身工的结合 是利用正手侧身工得分率高的特点 充分发挥正手侧身工的力量 编习时 要养成不法到位 与顾及正手空当的意识 同学们练习一下 康丽 好 欢迎同学 好 欢迎同学 同学们 现在我们练习 把平级球后 正手攻球 先看我做示范 直板正手平级发球 结合正手工的列级 要注意平级球的质量 即发球的弧线要低 要平 发球的速度要急 要快 低落点靠近本方球台端线 发急球 是为第二板攻球创造机会 由于平级发球 弧线长 冲力大 对方回击 一般不太好制造墙下选 也不容易制造墙上选 这都有利于本方攻球 平级发球 结合正手工的练习 都要注意前面介绍的几点 这几点都是为快攻服务的 好 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一下 先攻斜线 再攻直线 平级球给它积一点 发球的时候积一点 然后 打起来啊 积一点 好的 出了 出了一个鼓劲 发球有点质量 用打直线 你说放平一点 好 李涛同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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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下 下面请看 正手发平级球 结合正手工的示范 横板正手平级发球 结合正手工的练习 与纸板一样 要注意平级球的质量 也就是发球的弧线要低 要平 发球的速度要急 要快 发急球 是为第二板的攻球创造机会 同学们练习一下 康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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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座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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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